来关注外交部今天的一个记者例行记者会 那么今天对于越南外交部称中国船只在西沙海域向越南渔船开枪设计一事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越南渔船进入到中国西沙海域进行非法作业 中方采取的行动是正当合理的 25日越南外交部发言人称 一艘中国船只20日向西沙群岛附近争议海域捕鱼的一艘越南渔船 开枪射击 越方就此向中方表示强烈抗议 敦促中方进行调查严肃处理 并向越渔民做出赔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26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越南渔船进入中国西沙海域进行非法作业 中方采取行动是正当合理的 中国对西沙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中国有关方面 对在西沙群岛海域进行非法作业的越南渔船 做出反应是正当合理的 据向有关方面核实 当时没有造成越南渔船任何损失 造成任何损害 洪磊强调中方敦促越方采取有效措施 加强对本国渔民的教育和管理 停止有关非法活动 北京台报道